本周重要财经事件速览 交易者需要注意些什么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的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Share 在本周三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8月CPI数据后 9月15日周四 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和会议纪要 目前英国的通胀率已经达到了40年的新高 突破10%的大关 多家投行预测英国CPI甚至可能在明年年初达到分值 英国央行在本月加息了50个基点 是自1995年以来的最大幅度加息 面对如此严重的通胀形势 市场预测 英国央行将采取更为雷厉分行的手段 来抑制物价的上涨 在上周女王去世 会使英国在短期内出现政治和精神上的真空 并且对英国内部统一 英联邦的凝聚力 君主制产生一些直接的影响 需要有一段时间的适应期 在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当天 英国股市并未受到冲击 9月8日英国富士100指数报收7262.06点 涨幅约0.33% 英镑对美元当天小幅下跌0.3% 周五无论是美股为首的股市 还是英联邦国家之中澳洲股市 以及英镑的汇率都有一定的涨幅 并没有受到女王去世的直接影响 此外在9月6日时 澳联储公布利率决议 加息50个基点值2.35% 达到7年多来的最高水平 这是澳联储连续第四次加息50个基点 紧缩速度为1994年以来的最快 许多经济学家预测 10月份澳联储将恢复25个基点加息 预计澳联储放缓加息步伐的可能性 每50% 美国方面投资者需要着重关注 本周二9月13日 美国劳工统计局将会发布的 8月份CPI通胀数据 数据显示 美国7月CPI同比上涨8.5% 好于市场预期的8.7% 核心CPI可能也有所回落 预计着美国通胀或许已经见天 以及9月15日 也就是周四 美国将发布的9月10日当周 首次申请失业救急的人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